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從畢業以來到現在 就是接觸我超發事業的一些過程 可能對現在目前很迷惘 或是你覺得最近碰到很多困難的朋友 或是你剛畢業或是快要畢業的朋友 或許會有一點幫助 然後我的品牌叫真相牛 為什麼叫真相牛呢 等一下會給你介紹 然後這是我大概今天要講的 好啦今天就輕鬆嘛 然後其實這部分之前我也有分享過 是在就是那個Shan的Desame那邊 然後我是什麼原因走入沙發事件呢 其實我是前年畢業的 然後我在台東大學畢業 然後我今天超幸運的遇到我就是大國兩屆的學界 從上次的十年前的國小同學到今 這次的大學學界 我就覺得焦點太神奇了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我剛開始畢業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迷惘的 因為我們系上什麼都學 但是什麼都不新 所以其實我是非常害怕 我那時候會想說 那我不如就是回高雄 然後去一間大公司設計公司 然後我就學個美工 從基層做吃醣了 然後其實那時候很害怕 然後沒有想到 因為我家裡是做小吃店 就是家裡的經濟並沒有很好 但是我媽媽要做小吃店 人手不足 所以我要面對事實 只能在家裡幫忙 所以我那段時間半年時間 每天都是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就待在家裡做雞肉飯 雞肉飯小命 對就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常常會抱怨說 為什麼同學都能出去工作 我卻要在家裡一碰燙燙水水 其實那時候 時間壓縮到我們家是沒有休息的 所以我等於是說我那半年的時間 我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我都在那間店裡 那其實晚上九點之後 你也沒什麼體力 你也沒有任何 就是你也沒有動力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也是迷惘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就像這樣 就是市場抱怨 沒有新工作 然後跟家裡溝通 不良常常吵架 然後因為太難過 所以我會常常想到失眠 然後我總是會擔心說 如果我這半年一直留在家裡 我繼續留在家裡的話 我是比別人慢過 那我該怎麼辦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一位常客主主他每天都來 他和我聊了很久 他要我每天早起讀書 然後早起看 就是早起吃早餐早起讀書 要我去閱讀 然後來提升自己 然後那天 就是第一次我看書 我就看到這一句話 就是陳彥國說的 因為通過這樣才知道如何玩要 我就想要家裡 因為我痛 我做這些比較基層的事情 那我之後 我會因為我有這些椅子 所以我出去的時候 我會懂得謙卑 懂得彎腰 對 所以我就畫這張圖 這是我第一張的圖 那時候其實我 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害怕畫圖 因為我不是從美術班出來 我是高三的時候 一然絕然去補畫室 我是普通班出來的 然後去考大學 雖然不是考到台東大學 但是那個時候我讀了四年 我非常害怕畫畫 也非常害怕教作業 因為大家都是美術班出來的 只有幾個人是普通班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自卑 那是從大學之後 沒有同學可以比較 所以我就盡情地畫 對 對 那時候就很開心 然後有一天吃早餐 對 那可是 其實我們早上九點 早上九點開始開 那其實我都是用 早上六點起來 爬起來 然後去吃早餐 去看書 看完之後 我要回家 每天這樣 回家 然後繼續幫忙 這樣 所以我在書中 我看到自己很多學弟 然後我不斷學習 然後 要有空悲心態 所以我就畫了這張圖 就希望大家也是 就是在各個領域啊 你要學習有空悲心態 然後要學忍斷學習 對 然後這就是 我覺得這一個 這也是在書上看到 我覺得這一個觀點非常棒 他說人有1到10的等級 當你把自己提升到2等級的時候 你會覺得5等級的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那當你把自己提升到10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問題了 對 所以我就又把它畫下來 對 所以就是這個屁股裡面 會常常看到我的圖 然後 那時候我就開始運動 然後 抒發壓力 然後 學習讓自己保持真相 所有的 面對 家裡面對的一些事情 可能會爭吵 或怎樣 我會盡量避免 讓自己呈現 然後漸漸的 我也去參加一些活動 就是 之前 腦麻協會辦的活動 然後 才會覺得說 原來我是幸福的人 絕對 就是藉由參加一些異工活動 會覺得自己 哇 原來我那麼幸福 然後 我覺得這句話 非常能呼應我那個時候的感覺 就是 我曾經抑鬱管話 因為我沒有寫穿 直到我遇見一個人 他雙腿聚長 就讓我回答 剛剛我去參加 男媽協會 其實他們都是不能動的 他們連幫忙家裡都不能 他們只能被家裡幫忙 所以我覺得 我那時候呢 有能力幫家裡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 我覺得 他說事情本無好壞 是思想製造好壞之分數 我剛開始會覺得說 在家裡幫忙 是一件壞事 那直到我開始正向面對事情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我在家裡幫忙 是對家裡有貢獻 是一件好事 然後我就 去年 這是去年我送的賀卡 今年我送的賀卡 那我也相同得到了朋友的祝福 這是去年的 這是今年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 就是 你在成長同時 別人也會看到你的成長 然後我也在這些明細片看到我的成長 那從去年開始 我就開始做我的插畫品牌 那時候其實我蠻猶豫 要開粉絲業的 但是我同學就跟我講說 就是 我的 跟我標題講的一樣 就是 你不要等你準備好了 你就相信自己去做就對了 對 所以就是希望現在 如果有人想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相信自己去做就對了 對 然後這是我的品牌的目標就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很忙碌很緊繃啊 常常會忘記事實的抒發自己 然後就會用自己的情緒啊 去面對很多事情 那其實事情不是那麼複雜 只是我們會常常很負面 會讓事情越來越複雜 所以我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起正向自己 然後我分享我的插畫給大家 然後也希望大家分享 就是正向給你的朋友這樣 然後我們一起真相一起真相 對 然後這一個是我第一次接觸的案子 就是那時候我還在家裡幫忙 我聽到送生那裡有開一間可萊歐小商行 那時候我的作品就只有兩三張 可是我就決定說 我想跟他談論我插畫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我兩三張作品 去找了可萊歐的負責人 那沒有想過說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然後他要新年 要過年之前 他就打電話來問我說 要不要配合就是做插畫的負責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的案子 就是插畫的負責 然後有在柏爾買 對 那那次也蠻不錯就是 也都有銷售完 然後之後也有跟他們接到 就是受傷國家公園的地圖 對 就是也是一個機緣 我勇於去嘗試 我勇於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所以他就讓我給我機會 然後這次也非常 我覺得還蠻新鮮的是 我也走了高雄的一圈 就是以前從來沒有走過 然後沒有想到就走了 而且我那時候去柴山 爬那個海岸線的時候 我覺得好可怕喔 我差點被海捲走 因為我就在那個沿岸這樣 準備要爬過去的時候 那海就整個過來 整個拖過來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相信自己在動 世界也會跟著我一起動 哇好快喔 一下就一分多欸 好反正這是最後 我跟大家講 我現在做的事情好了 這是幫一家 舞蹈插畫的店家設計的一些插圖 就是然後這次幫韋客早餐設計插圖 我也有做壁畫的部分 那時候我很緊張 我們老闆跟我說 你要畫插圖 我說那我好不可以 我好不可以找我同學一起 陪我一起也畫插畫 因為我以前有接觸過 是我的同學陪我一起的 就沒想到他說 你就慢慢畫畫到畫廊為止 所以我就一個人在店裡畫兩三天 這就是第一幅壁畫 然後接下來慢慢的開了很多家分店 我就一個一個慢慢把它完成 然後這是在西子灣的那一個招牌 然後這是我老闆送我的一句話 他說我希望上帝不要將高山移走 但請求上帝賜予我拍越高山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很棒 我希望我之後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上帝會給我很多力量去克服這些困難 然後這也是屏東的早午餐 然後這是漫畫店的 這也是早午餐店的 然後那時候後來在李三密有一次演講 機緣下我就到了台南畫我的畫民宿 對 然後這是上次在那個十月底萬聖節 那個三副計畫跟範特寫在汗神聚蛋白的市集 對然後我就無意接接到這個case 就是海貴吃餅乾的case 包裝case 對 然後他們還特地跑去台南的民宿住 對 就是我畫的那一間民宿 我就覺得哇好感動喔 原來我的插畫是人家會喜歡的 然後這句話我覺得非常棒 是人生就像畫畫一樣 為了凸顯光線一定要有影子 所以我把我過去那一段當成影子 然後現在就去光線 然後只是幫人家設計的席帖啊 還有一些小插圖設計 對 然後我覺得因為插畫創造無限可能 我因為插不斷的畫不斷累積自己 人家給我回饋 然後我就辦了個展 然後也有在那個後火車站的地方的那邊 有一個白設計的空間辦了這次的歌展 對 就是我覺得都是機緣 然後 這個老伯伯讓我超感動的 他說 那因為他是我唯一第一個 買我畫的人 然後他第一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的畫一張五千塊會不會太貴了 可是那個負責人就說沒有關係 就沒想到老爺爺那時候每一張很認真去看 然後他就說我要支持這一位茶華家 所以他就買了我的作品送給他的孫子 對 我覺得我非常感動 對 然後剛剛這個就是 跟大家講說 動手去做就等於成功的達成 所以開始做吧 最後的小故事我沒有時間分享了 因為已經十分鐘了 對 然後另外跟大家講說過 我接觸我兒童教育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跟我討論 然後最後我要跟大家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最後的心情 這是要給我媽媽的 因為我非常感謝他把我留在家裡辦 然後我稍微念一下 我種了一個大種子 媽媽要我耐心照顧他 所以我每天幫他加加水陪他說說話 他的生長期很 生長期很長 聽說要很久很久 我不清楚會多久 或許他會發樣 或許不會 但我相信 當他開畫那一天一定是最大最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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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下面一位分享的朋友 是我們的親中 他的主題是努力的困獸之鬥 讓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謝謝